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志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今天我們繼續講講邏輯思考中的不同範疇 因為電台的課程系列專門說批判思考 邏輯思考這些哲學的東西 但其實哲學跟我們日常生活相關 如果大家之前幾集都有聽我們這個節目就明白了 我們經常舉日常生活的例子 所以今天繼續有這位嘉賓來到 他在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和哲學諮詢師協會的張敏豪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帥 我又跟你學習 所以叫你日常 但我們盡量用日常生活的例子 讓大家覺得其實我們都遇到過 其實有時候有些誤會 原來聽Michael這樣說 是可以化解的 在我們當場的時候 如果思考得深遠些 或者思考得闊少少 或者思考多些背後的意思 就會少些爭拗 是的 注意多些用的字眼 我們用的概念 字詞 會不會令人誤會呢 所以都重要 我們上次就說這個 源自西方的critical thinking 即是這個神思明辨的方法 我們可以繼續去學習 那今集就要講一下少少 Michael你平時教書 都會教到的就是叫做 演繹邏輯 是的 那英文是什麼 Deductive Logic 哦 OK 減法 Deductive 它就是推導的意思 就是要推出來 演繹出來 是的 那這個是讀哲學一定會學的 要學的 其實不讀哲學可能都會學的 因為這個其實關於一些 我們叫做邏輯 那我們去到一些硬一點的知識 硬知識 那它是怎樣呢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講的邏輯 推論方面就是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想達到一個目的 就是你現在提供了這麼多證據出來 這些證據 是不是可以推得出個結論呢 類似這樣 例如好像 現在我很肯定 天下雨之後 地就一定會濕的 這個我肯定了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肯定了它是真的 天下雨地濕 好了 現在我見到地濕了 嗯 那跟著我就 冷醒得了一個結論 就叫做 咦?那就是天下過雨 是啊是啊 我都試過 是這樣想 通常你見到地濕了 你會立刻這樣想 哎呀真是很久避過了一場雨 是的 進去商場吃一吃飯 出來地濕了 但誰知道原來是洗地 是的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邏輯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想說 你之前第一個證據 天下雨會地濕 啊 跟著再你看到有地濕 究竟這個結論 可不可以得出來 就是天下過雨呢 是 其實我們就去找這些 就是說 看一下這些的理由 這些的證據 推不推得出個前提 推不推得出個結論出來 還有很多的 例如好像 現在你進了房間 之前你進房間的時候 這杯好好的地放在桌面 沒事的 之後十五分鐘之後 你再回到房間 然後你發覺 爲什麽這杯爛了 跌到地下 然後在當中 你會發覺 應該是有兩個人 進過這間房間 是 那你就去猜 這兩個人 應該是有份打爛一隻杯 哦 偵探小說 是的 這樣 但是你就會去想 這些的理由 和這些的證據 足不足以 令到我得一個結論 就是 打爛這隻杯 唯有這兩個人 還是好像我們上一集說過 原來這間房間 還有隻貓 會不會其實不關人生 是隻貓的事 是的 或者這間房間 曾經有一個清潔的姐姐 進過來擦桌 是的 比如好像在公司 那樣 你就覺得這間會議 只是開會的人 才會進去 但你就不在意 其實有清潔的人 經常都會進去的 是的 又或者會不會 其實那塊地不是很便宜 那張有樓的椅 剛好撞一撞桌面 令到那隻杯掉了下去 是的 就是完全是不關人事的 是的 或者是自己 如果這樣說 可能好像我們現在 這個現場有地毯的 就算那隻杯掉落地 都沒有聲音 所以可能是 你自己臨出去的時候 推到那張椅 然後你出去了 之後那個杯就滾了下去了 是的 這樣也可以 是的 所以變成我們其實就是想 這些的證據 他會不會推得出那個結論 其實邏輯就是這樣 邏輯就是想想 這些證據加在一起 究竟可不可以等於那個結論呢 就是如果我們用數學 就是等於那個結論 那如果你說 演繹邏輯就是什麼呢 演繹邏輯就是 那些的結論加起來 必然地會導致這個結論 是的 那些前提 那些理由 那些證據加起來 必然地會導致這個結論 是100%導致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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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 但如果有另一種對比的 我們叫做歸納論證 或者歸納邏輯 Inductive 是的 之前那個就是DE字頭的 是的 現在這個呢 歸納是IN字頭的 Inductive 那這個歸納論證 它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 它的前提就算全部是對 嗯 結論是否必然如此 或者百分百如此 就不一定的 嗯 有些些類似 例如好像這樣 我面前有 有一盆橙在這裡 嗯 是的 那箱橙呢 那盆橙呢 就有一百隻 嗯 那我試了 試 抽來試 看看甜不甜 是的 我抽了七十隻 出來都是甜 嗯 然後跟著我的結論就說 這桶橙 全部都是甜 是的 那你會發覺就是 咦 這麼古怪的 你吃了七十個就不 嗯 那還有個三十個 會不會有可能 其實是酸的呢 是的 那你心想你都已經知道 就是 是啊有可能的 嗯 是的 但是你都發覺很大可能 其實你試七十個都是甜 其實統產其他一些都應該是甜 因為我們平時去街市買產 試一塊而已 是的 就買一袋回去 是的 肯定是不知道另外幾個甜不甜 是的 通常不知道 但是我們估計就是 如果我們吃那一刻 就是如果那個老闆 他沒有特別做古惑呢 嗯 吃那一刻如果是甜呢 你都會比較相信 那代產都應該是甜 是啊 那這種呢 不是百分百前提 嗯 嗯 推出不是百分百推出的結論那些呢 我們就叫做歸納論證 是 但是這個歸納論證 都會用來做一些科學化的東西 是的 例如我記得日本有輻射的時候 日本 不是 香港的食安中心 他就會說 現在我們入少了日本的東西 但是我們入得來的日本東西 我們都經過抽查的 我們抽查過他的輻射水平是正常 或者沒有什麼輻射水平 我們才被他在香港賣的 是 但是他就好像那些橙 那樣 他不能夠每樣東西逐件驗 他只是在可能一批裡面驗一個份量 他就會歸納 是不是歸納 是 歸納 他就會歸納了這一批次都沒有問題 是 這個是世界各地那些運貨的事業 都會這樣做 驗貨的事業 驗貨 我們說QAQC 全部都是在做 因為 如果你以食物來計 如果你百分百驗完 其實不用買 是 所有蘋果咬過一口 沒有人要 在這個情況 所以他就一定是抽一定是比率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只要那個百分比 去回這個數值 我們都相信應該是 所以就會有一個感覺出來 都會有一個信心問題 就是你會相信 例如不要說其他 我們打疫苗也是 當然那隻疫苗 是不是百分百對於病毒有效 我們都知道沒有百分百 因為所有科學 醫學 都其實是歸納法 我們看了很多的例子 然後發覺 臨到最後應該可以歸納出一個 我們叫做原則 是這樣的 就是應該有效 但永遠是有少少 我們叫做 你逼到多盡都好 去不到100% 是 但是我們經常都很想 以為是有100% 即是我們經常心底裏 都是演繹的思考 對 用演繹的思考來理解 這個歸納就是一個 可能是穩自給品 但因為這樣好像比較安樂 軟結了一件事 搞定了100% 是這樣的 我不用再想其他事情 對 但其實是 就是會有漏洞 就是會有漏洞 如果你說一般生活 不要煩 這樣想 舒服一點 都可能講得通 但到你很認真地去想一些問題 如果是關於這些事情 要去決定 那你發覺 你了解到那件事是100% 還是不是100% 原來可以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野 如果聽完你這樣講 其實每樣事情都覺得要100% 個人是辛苦一些 如果能夠接受這個歸納法 可能是輕鬆一些 因為有無限的可能有機會 不過多數是這樣 是的 還有我們其實日常生活 遇到大部分都是歸納法 多數是這樣 例如舉個例子 你以為你上班一定有工資 這個是演繹法 100% 其實不一定 是的 我們經歷了這兩年很清楚 是的 你可以月尾突然間 沒有辦法 你老闆連自己都搞不定 要抓了一間公司 是的 連兩都沒得出 有些朋友可能說 老闆說要減薪一半 共度時間下 你也是沒有想過的 你會從小到大 都覺得我出來工作 當然是有工資 是的 還有你沒有想過自己 原來會做義工 有些人是全職做義工 我最近不做事 我只是做義工 這樣就沒有工資 但得到其他東西 原來可以補償 有工資的喜悅 當然 剛才經常說這麼多 其實都是你說 我們經歷一件事的時候 都會有個前提 有個理由 會達至一些結論 中間的過程 那些論證的方式 就是每個人的思考方式 都不同 什麼叫做有效的論證 有些又是無效的論證 一個人拿得他來做論證 當然覺得有效才會拿出來 誰知道 原來自己想那個無效 都很失落 原來自己思考出了問題 就是這樣 吃藥 你以為那種藥有效 誰知道可能越吃越衰 經常發生的 然後你回去看醫生 你便會怨那個醫生 而那個醫生 就會覺得 是你太不健康了 如果你以往 注重多些身體 就不會病得那麼嚴重 如果我注重 我很健康 我就不用來看你 那你又會覺得 都是你的藥沒有效 明明我在另一個醫生感冒 就吃一次藥走回 你看到第二次都還沒好 其實有效的論證和無效的論證 如果用英文 我們叫一個字 叫Valid V-A-L-I-D Valid 有效論證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前提可以推得出結論 就叫有效 如果前提推不出結論 就叫無效 就是舉一個例子 有效的論證 我們常常會用的 就是我們叫三段論的東西 三段論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其實整個論證 只有三句 前兩句我們就叫做前提 就是說是那些理由 最後一句就叫結論 就是我們臨到最後想說的那樣東西 所以三句表達 所以就叫做三段論 有論證 兩個前提一個結論 其中一個最經典就是我們說 所有人會死 第一句 然後第二句就是 蘇格拉帝是人 然後結論就是 蘇格拉帝會死 是啊 那這個就是 你就這樣 不是有效 這個就是 有效 它有效就是 那個前提推得出結論 你發覺 是啊 一定對的 必然地對的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演繹論證 必然地有效 或者我們叫做對抗的一個 推論 那你無效的那些 就好像你說 所有人會死 然後就 蘇格拉帝不會死 然後就說 蘇格拉帝 蘇格拉帝不是人 是神 這些之類 或者你作其他 那你發覺你這樣聽下去 是啊 不是必然是這樣 我想起那些韓劇的男主角 他不是經常有些跨時空的劇情 就是明明是所有人都會死 偏偏男主角 原來是不會死的 他已經活了一千年了 那些 那些 他怎麼說都行 因為寫的故事 是隨意決定 因為他已經反了平時的邏輯 是啊 那當然 有時候我們講 這裡 未知你也提得好 我們講的邏輯 如果我們在神絲明辯裡面 批判思考裡面 我們用的字眼 會比較厭格些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真是我們講的 一些邏輯 推理的邏輯 跟我們日常生活說 你說某些東西不符合邏輯 對 其實是不同的 因為日常生活裡面 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說 其實買東西是不用錢的 很多時候你喜歡拿就可以了 然後有另一個人可能就已經說 你說話都不符合邏輯 沒有邏輯 其實他的意思不是真正說 有沒有邏輯 他沒有分析過 對 沒有分析過 只不過說就是不合理 對 意思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的意思 其實 他就不是嚴格地說 你的前提推不出結論 因為他根本沒有分析得這麼仔細 前提是什麼結論 而且沒有好像我們上一集 這樣說 他都沒有仔細了解 對方為什麼會這樣說 可能有一間超市新開 今天免費任務 明天開始要收錢 總有些原因 那個人是會達至一個這樣的結論 是的 這樣 所以就變成了 我們用邏輯的字眼 就很嚴格 就叫做 你符不符合一些規矩 規則 尤其是在演繹邏輯裡面 有很多規則 例如剛才三段論那類 兩個前提一個結論那些 都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是不是 好像我們 如果介紹一下 這個自助人生自學計劃 如果報了我們這個電台課程的朋友 他就會有一些課程內容 每一集他都會有一些規矩可以看完才上課 在規矩裡面有個例子 真的很實用 就是兩個太太在街市買菜 有一間店鋪很受歡迎 很多人在裡面買菜 太太A就說 這裡的菜肯定漂亮 不然怎麼會這麼多人買 太太B就說 誰說一定漂亮 可能它特別便宜 又或者可能它在街口方便才多人買 所以你說那個不對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很容易 都會這麼想的 因為我覺得我不用思考得那麼清楚 有時是憑感覺就會這麼說 然後我就可能會 經常去那間 沒有去過裡面那間 因為覺得 總之旺的地方 好像我們平時進去一間餐廳吃東西 沒有什麼人那些可能不好吃 所以沒有人去 但很多人那間應該很好吃 所以很多人去 但我們自己沒有試過 是的 沒有試過 剛剛的例子很好 究竟是不是多人去 就代表那些菜一定好呢 是的 我們有時經常會有這個直覺 跟著我們其實講 演繹邏輯就是說 如果 因為這樣的緣故 你看了多人去 就代表那些菜一定好 這個結論如果是成立的話 這個就叫做有效推論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正正是我們找到另一種可能性 就是 剛才都講了一些可能性 就是 可能去做一些很好的推廣 是的 買一送二 這樣 便宜得那麼緊要所以買 是的 又或者你今天如果過來買 明天會有五折 是的 那你明天又再來 是的 但是明天五折可能不會 後天又五折 隨便 他便會過來 導致了很多人 但其實回去大家都發覺 那些菜沒有那麼新鮮 那些菜沒有那麼好吃 然後又開始沒有人去 遲些 不過夠便宜 夠便宜都可以去買 然後他也會保持多人 是的 以我留意街市的店鋪 真的是這樣 是的 有這樣的可能 沒有那麼漂亮 但他特別便宜 可能我試過 那我下次不去這檔 但是 保持住 都會有人去試 是的 保持住 但起碼我們會說得到 就是 你只有一個結論 那些菜一定好吃 那是不對的 嗯 這個我們就叫做 你做這個 剛才那個想法 一個推理的時候 就叫做 無效的推論 因為其中一個很容易想的 你說 怎麼去想 有效無效 你就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想到 有第二個可能性 可以成立 那就應該是無效的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 太太B剛才說出那幾個 可能她 導致多人排隊 可能她有減價 所以這麼多人 剛才太太A講的東西 就不成立了 因為她說 她一定好吃 那麼多人 那就已經被人推翻了 是的 就已經推翻了 但如果你說 剛才的例子就是 所有人會死的 蘇格拉底是人 結論蘇格拉底會死 你發覺就是 是啊 我怎麼都想不到 蘇格拉底不會死 如果前面兩個 前提 那兩個理由 都對的話 所以就對了 那個是有效 對 那個就一定有效 因為100%必然會導致 你想不到其他 You cannot think otherwise 其實我們平時做這個自在人生大學堂 都不是常常會說那些 那些 因為很多聽眾 他就未必有報這個電台課程 他都可以去聽我們的節目 是 但是我們就用今次的輪胎 裏面舉的範疇 跟大家聊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多些 這些哲學 亦都生活化了它 亦都可以拆解多些 所以要繼續問一下Michael 就是我在這個輪胎 看到很多新東西 今天要學的東西 就是這個肯定前項式推論 和否定後項式推論 推論就是推論 為什麼有這麼多詞語 好像很理論性 但他這個字真的有點深 其實他也是在說 其中一個我們叫三段論的方式 三段論 裏面的假言推論 假言是假設假言語的言 就是這樣 什麼叫假言推論先解釋 其實就是用一個字簡 就是如果 什麼什麼 即假設 假設 假設不吃飯就會餓死 假設我吃了飯 即我可能要去洗手間 這樣 這些我們日常很多 日常很多 所以很常用 有很多人說 例如假設你犯法 那你便會坐牢 是的 假設你不上班 那你便會黑食 沒有人工收 這些 假設你今天不好好讀書 未來你一定是黑食 是的 以前的年代 媽媽經常這樣說 是的 我們很多那些 如果 這樣 又或者 情侶之間 如果你再聽那個人的電話 你就不用再找我了 這些都其實是有類似的意思 都是假言 是的 假言 其實如果英文就是hypothetical 假設是這樣 就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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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我們用來去 砌下去的三段論 通常都是這樣 例如第一句就是 剛才我們曾經說過 如果天下雨 地就會濕 是的 然後第二句 前提就是 現在天真的下雨 然後結論就是 地會濕 其實它的形式就是 類似就是 如果a 則b 如果英文就是if a then b 這個是最簡單 這個最簡單 亦都很常用 是的 然後跟著 如果天下雨 則地濕 你看到整句裏邊 天下雨就是放在前面 所以我們叫前項 前項 是的 那側字後面那個 就是地濕 地濕那個 我們就叫後項 因為放在後面 是的 是的 那這裏就確定了前後項 嗯嗯嗯 好了 接著就回到尾斯 你剛才問過問題 那什麼為之 肯定前項的推論呢 是的 肯定的意思就是讚賞 就是say yes 認同 認同 好了 第二句 如果你是認同著 頭那項 前項發生呢 這個這樣的格式呢 就叫做肯定前項的推論 例如 天下雨則地濕 嗯 那天下雨是前面的 所以叫前項 嗯 那你第二句如果說 是喔 天真是下雨 那你不就是肯定了前面這件事情發生 嗯 是的 那結論就是得到後面這件事情發生 嗯 然後跟著呢 原來這個是符合邏輯規則 是一個有效的推論 嗯 所以 即是你證實了真是下雨 那就成立了 這句有效推論 那結論是必然地會這樣發生的 是 但如果你不去求證有沒有下雨呢 那就沒有話可說了 是的 如果你求證有沒有下雨 即是你不知道第二句究竟是真還是假 這樣就沒有得說 但是呢 如果從邏輯來講的形式呢 它就一定是我們叫做有效的推論 嗯 其實嚴格地來講呢 不過這個深一點點就是 就算你用那兩個前題呢 它是假也好呢 嗯 我們都會叫 繼續叫這個推論是有效 嗯 因為它純粹好像計數一樣 嗯 它著重那個形式而已 是 那個form 那個結構這樣 那就不用太理會裡面的內容 嗯 總之這樣的形態你寫出來呢 就一定是對確的了 嗯 有些數學這樣 對啦 就好像那些方程式 對啦 它未實現在一件物件上 對啦 就有些類似這樣 我們說 喂 如果你的form 就是我們說的形式是A大於B 那麼B大於C 嗯 那你一定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A一定大於C 嗯 就是這樣 就好像 如果大明 那個年紀大於小明 嗯 小明 那個年紀大於美美 是 那如果這樣說呢 大明 那個年紀就一定大於美美 沒有可能不是的嘛 是的 沒有可能不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演繹落策 沒有可能不是 那你說 喂 那那些名字 大明呀小明呀美美 換了做Michael呀美斯呀 Dr.Lo 那行不行呢 可以 都行 還有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它就錯呢 都不是的 是的 那個推論一定是對抗的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說有效推論 就只是看形式 不看內容 那好像剛才回到那個假言推論那裏 假言推論 是的 裏邊那個 只要你寫出來的形式是這樣 肯定到前項的話 第二句 肯定前項的發生呢 然後你的結論是寫後項的發生呢 這個就叫做一個對抗的推論 嗯 就是符合邏輯的推論 有效的推論 是的 這個叫肯定前項 但是你反過來想 如果你不是肯定前項 而是肯定後項呢 就剛剛好是一個無效的推論 哦 例如 例如 剛才說如果天下雨 則地濕 嗯 那你肯地濕就是後項 嗯 那接著你第二句 就肯定後項發生 是 肯定了 肯定地濕 是的 接著你結論就寫 哦 那就是天下雨了 嗯 那你就錯了 是 因為你沒有求證過天有沒有下雨 不是 嚴格地來說不是 應該說 啊 地濕的可能性有很多的 嗯 除了天下雨之外 嗯 還有可能倒水 是啊 有人飲大了會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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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在那裡 那你發覺就是 是啊 你又沒有理由一見到地濕了 肯定天下雨 嗯 那這個就回到我們剛剛說 那不是必然啊 嗯 那不必然 那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無效推論 嗯 所以呢 肯定後項呢 就是一個無效推論 嗯 所以有很多人呢 要小心犯這個錯誤就是 啊 嗯 如果那個人有錢 那我就嫁給他了 嗯 可能是經常會這樣說 如果那個人有錢 我就嫁給他了 現在你看到 他嫁了給他 那是否這個結論代表 那個人一定有錢呢 嗯 其實又未必一定 哦 那就是啊 是不是 有很多可能性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要嫁給他有錢人 是啊 但是到最後他結婚的時候 如果你因為他以前說過這句話 就覺得他的老公一定是有錢 那就其實不成立 是啊 不成立的 因為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會嫁給他 例如他後來真情感動呢 是啊 他已經不再是喜歡有錢的人 他是喜歡要找一個溝通的人呢 對他好的人呢 是的 又或者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說 如果他有錢我會嫁給他 接著第二句 他真的有錢 那個結論就是他會嫁給他 那是對的 這個就是肯定前行 這個就是一個有效的推論 嗯 是的 挺有趣的 可以拆解一下 我們平時以為必然的語句 但是我覺得如果下雨 地就濕呢 這個很好用 因為有些人真的會 如果地濕一定是下雨 我們平時都會 因為我們不想想這麼多 就會覺得這樣就搞定了 不用猜這麼多 這個就正正是一個 我們說 喂 邏輯錯了 無效的推理 嗯 咦 這個 是要有老師在 我們 很多時候是要有老師在提醒你 這件事 我們才會這樣想 如果日常生活 很多時候都以為自己有一個正確的推論 原來是自己的偏見 對 就是偏見 或者以為是這樣 但其實是錯的一些事情 嗯 今天由演繹邏輯開始講起 又講了假言推論 剛才有講到那些推論的方式 究竟是有沒有效 對 或者是肯不肯定 還是否定 我現在說出來都口窒窒 證明我聽完一課 我都不可以出去扮老師 去講解這個哲學課 練習多一點 對 需要練習和思考多一點才可以 是 接著下來 Michael就說 要講一下 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在我們推論事件的時候 是 交給你了 是 因為其實 剛才說 為何天下雨地濕 你看到地濕之後 不能夠推翻出天下雨 這個是一個無效的推論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剛才都說了 你忽視了其他可能性 你忽視了其他一些 有可能令到地下 會去濕了的可能性 那其實 這裡講的是什麼呢 這裡就講的是 你誤認了 地濕 或者天下雨是地濕的必要條件 你便以為 地濕 你見到 就一定是要經過天下雨才行 所以其實你是搞亂了所謂的 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想法 是的 那什麼為之必要條件呢 很簡單就是 我們說 你一定要透過這一個條件 才達成到另一件事 這就叫必要條件 例如我們說 甲是月的必要條件 或者甲的發生 是月之所以會發生的一個必要條件 意思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見不到甲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你可以肯定 月就一定不會有發生的 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 有些東西著火火燭 我們都知道 那些東西著火 有一個必要條件 就叫做有氧氣 哦 是不是 如果沒有氧氣 不會著火的 所以理論上 在太空呢 是燒不著東西的 因為它是真空 沒有氧氣 它不是完全真空 但它起碼沒有氧氣 所以你燒不著東西的 燃燒不到 是的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 噢 氧氣是燃燒的必要條件 嗯 如果是這樣說 就是說 你每一次見到有東西燃燒 你可以反過來推出 噢 一定 現在是有氧氣的 嗯 是不是 是啊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必要條件 嗯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嗯 下雨和地濕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不是必要條件的意思 你發覺 不是喔原來 因為地濕 它是不是一定要透過下雨 才會地濕 嗯 不是 剛才所說的就是 洗地 又會地濕 是嗎 倒捨水又會地濕 冷氣滴滴水又會地濕 嗯 所以變成 天下雨一定不是地濕的必要條件 嗯 但是如果你說 一見到地濕 就肯定天下雨的話 你就是搞亂了你 你就以為它是必要條件 有什麼缺點呢 可能聽眾就會覺得 我們經常用這個例子 那當有下雨都沒有壞 有什麼問題 但是可能會搞錯一些事情 你看到地濕 你就打算下雨 你又帶了一把長傘出去 那你就全天拿著一把長傘 很麻煩 又或者你穿了水鞋出去 原來那天根本沒有下雨 那人可能會笑你 為什麼你這麼大陣仗 這樣就會引致了一些 做了一些錯誤了 少少的事情出來 是的 又或者可能你會 你很肯定一定是下雨 這樣 然後你見到 如果是這樣說 既然下雨 我本來應該要去另一個地方 淋一淋花 既然天下雨的話 我哪會去那個地方淋花 又要坐巴士去元朗 這麼辛苦 是是是 天下雨一定是OK的 誰知道 那些花都死了 是 還有就是 既然今天原來是下雨的日子 那我不去跑步了 又給了藉口自己偷懶 是的 其實根本只是你走過旁邊那一段階 已經是沒有地濕了 是的 不過當然剛才說的那個就是 通常都是引用在過去發生的事情 即是曾經下雨 我說的是未來 是的 你說的是未來的那些 過去曾經下雨 所以那塊地就會沉浮 是的 那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搞清楚那個必要條件 跟這個所謂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充份條件 充份條件 充份條件 充份都挺好 是的 充份是好的 充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那個夾的事件在那裡 是的 他充份地 滿有理由地 就已經令到月事件會出現的了 嗯 這個就叫做 我們說充份條件 就是說 甲是月的充份條件的意思就是 甲出現 月就會伴隨 跟隨著出現 是的 它是一個充份的理由 出現的 那樣 那例如好像 嗯 有些人說 嗯 我 拿薪 嗯 是的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大事 問我老闆拿薪 呢 就因為我是充份地付出了時間 哦 或者努力 是的 那他就 他就是只要趕時間 哦 老闆說 其實我不想出糧給你 因為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還令到公司虧了三千萬 然後那個人就覺得 你這個不是理由來的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只要我付出了我的時間 我整天是OT的 是的 無論我做劈垃圾出來都好 都已經是一個充份條件 令到你要給人工我 嗯 是的 那這個就是充份條件 是的 意思就是什麼呢 只要我付出這樣的時間 嗯 伴隨著出來的那件事件 就是 你一定要給人工我 嗯 就充份了 嗯 嗯 就是有之前那件事發生 就會導致之後那件事 必然地發生 嗯 出現 OK OK 那一種叫充份條件 是的 那所以天落雨則地濕呢 如果純粹是這句呢 其實講的就是充份條件 嗯 如果天落雨則地濕 嗯 其實意思就是什麼 天落雨如果出現 一定伴隨著 肯定地 地會濕 嗯 嗯 所以他其實是講的一個充份條件的一個想法 嗯 而不是必要條件的想法 嗯 所以變成如果我們說 哦 那我一見到 很充份解釋得到 不需要是必要的 是的 是不必要的 不過就只要他出現呢 啊 地濕了一定會出現的了 嗯 就是 類似這樣 如果我們講回 剛才說 嗯 同不同個人結婚 嗯 就是看看那個人有沒有錢這些 是 如果我們說 哦 有錢是我會和他結婚的必要條件 嗯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沒有錢 我就一定不會和他結婚 是的 這個那個人自己是很清楚的 他有這個原則 是的 是的 如果他沒有錢 就不會和他結婚 但是 有些人會問就是 咦 那如果他有錢呢 他有錢是不是你會和他結婚啊 他說不是 因為我講的必要條件 嗯 必要條件就是說 他一定是其中一個條件 令到我會和他結婚 就是他有錢 他朝我結婚的時候 你問我吧 那個人一定是有錢 一定是有錢 因為他才符合到那個條件 是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 是不是有錢就一定會和他結婚 是不是每逢有錢的 我就和他結婚呢 不一定的 因為可能你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不單有錢哦 你要喜歡我的 嗯 你要疼我 我只會和你結婚 是 但如果你疼我 但是沒有錢呢 我就一直不和你結婚 就不行了 因為不是符合到必要條件 是的 就是這樣了 但充分條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說 我和你結婚 我和你結婚 不是應該說 你有錢 是我和你結婚的充分條件 嗯 那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不理三七二十一 只要你有錢呢 我就一定和你結婚 哦 必然地和你結婚 哦 是的 有錢 就一定會有結婚 這件事 嗯嗯嗯嗯 就是隨便 有錢都結婚 一定結的 這個是一個充分條件 是的 因為有錢已經是令到我結婚的充分理由 充分條件 嗯 他是滿足所有令他發生的一些條件 所以我們就叫他充分條件 嗯嗯 是的 好可愛啊這個 因為呢 我們會以為覺得 必要的那個字是 是 firm 一點 是實在一點 但其實充分那個包含更闊 是的 充分那個反而是說 就是 哦 你這樣去 即是如果他有錢 就一定不會結婚 嗯 但如果你反過來去問 問說 那你現在和他結婚 結婚了 他是不是一定有錢呢 不一定 嗯 因為你這個就是搞亂了 必要條件 哦 他可以是因為什麼呢 不是有錢 嗯 而是什麼呢 嗯 我們說說 有才華 嗯嗯嗯 他有錢 就是我會和他結婚的充分條件 嗯 他有才華 都可以是我和他結婚的充分條件 嗯嗯 那所以 只要他一有才華 我就會和他結婚了 嗯 那你真的可能沒錢 是啊 可能沒錢的 因為有錢不是必要條件 嗯 哇 這個真的可以玩一整晚 是啊 很有趣的 可以慢慢去想一下這些充分條件 必要條件 是 我提議你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 可以開一個talk 可以討論很多 大家嘗試 是和家人討論一下這件事 都挺好玩的 是啊 因為令到我們想清楚究竟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想清楚 你想要什麼 有時候你搞亂了你自己是充分條件 還是必要條件 又是 你想一下結婚也好 找工作也好 認識朋友也可能是 是啊 好 那我們找些自己的東西來分析一下 是啊 那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Michael OK